南投县妇女会第26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 即第一次礼监事会议 今日上午与南投县议会多媒体式举行 由南投县妇女会理事长 县议员陈淑惠主持 来自全县13乡正式妇女会会员代表到场参加 期许借由会员大会的召开 未来能够让妇女会在相关事务的推动上更加的顺遂 县议员林如样林亦如也亲自到场关心 淑惠接着南投县妇女会理事长坐满6年 所以今天特别在这边举办 第26届南投县妇女会的现代表会议 也就是我们的会员大会 那在这个会员大会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选出新的理监事 然后新的理事长 我们过去县妇女会有一个爱心基金 我理事长淑惠来提出这个临时动议 就是从爱心基金的这个经会里面 提出部分来作为公益活动 也希望说藉由南投县妇女会 缅薄之力来做一个抛砖引玉 引起我们社会大众企业家 共同对于公益活动的支持 县议员林如扬指出 南投县妇女会长期以来在理事长 陈淑惠的带领之下 对于各项妇女权益推动 以及各项公益活动都不一余力 期望未来在会员们的支持之下 持续强化全县妇女会在妇孕方面的推动及效益 其实在我们台湾的社会 我们的妇女同胞其实一直都默默地在支撑 不管是整个家庭以及社会上面的发展 那我要在这边 如扬在这边要再感谢所有的妇女同胞们 因为大家的努力 因为大家的团结 因为大家在后面一直的支持 所以我们才有办法 那么多人才有办法在前面打拼 那并且也让很多的这个社会的家庭 都可以更加的安详 更加的和谐 那现在我们的妇女的女权也越来越兴盛 那也希望说我们可以更加重视 我们妇女的这个相关的福利 相关的这个权利 让我们一起来努力 让更多的妇女同胞能够投入到社会上面 此次召开南投县妇女会 第26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 即第一次李建市会议 将投票选出新任理事长及李建市 也期许新任理事长能够带领妇女会 朝向更好的目标来迈进 持续为妇女争取更多的权益 记者邱平俊 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